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交汇处 也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湘西感诗的发源地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湘西 揭开湘西感诗神秘的一角 感诗主要流行于清朝 在明清时期 湖南西边的四川在战乱中人口急剧减少 后来胡广田四川大移民使得很多乡人背景离乡来到四川生存发展 以至于很多人到此都不能再回故地 可中国古代又有落叶归根的习俗 这让很多移民感到难过 丧葬市场的巨大需求刺激着人们提供解决方案 从四川往两湖运尸体 最自然的方法还是长江水运 但由于要途经三峡 而三峡的水流湍急 暗交丛生 船只渡过三峡便九死一生 运在尸体的船更让人感到晦气 运尸的船主受到了活人乘客的抵制 这个生意怕是做不了了 人们只能从陆地上想办法 赶尸就开始在这个奇特的小众时长里生长出来 最早对于赶尸的传说是在远在神话时代 相传几千年前 苗族的祖先阿普蚩尤率兵与敌人在黄河边厮杀了数日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战后 阿普蚩尤命令阿普军师要将战死的兄弟都送回故里 于是阿普军师装扮成阿普吃油的模样 站在战死的士兵中间用魔符唤醒了尸体 跟在伏接后面规规矩矩向南走 这便是赶尸的最早版本 不论如何 现代赶尸术已经在流行文化的渲染中变得神乎其神 职业感尸匠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 感尸人内部按照老司的能力又分为三个等级 最基础的就是由人背着尸体走路 而高一级的老司会将尸体尸解后 取其头颅和四肢 用朱砂等药物处理后 装于木质方盒中带到目的地 最厉害的 当属由老师做法 身挂铃铛 手持烟螺 敲螺为眼 让王者自行走到目的地 据说在解放前 只要拟于湘西的山野小村投诉 夜深时 外出便可能在雾气浓厚之地看到尸体在路上行走 沈从文先生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 经过沉舟那地方出沉沙 千有人会赶尸 若眼浮好 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 汽车近身时 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现代的湘西感尸被认为是上古苗屋的支脉 和古独和落花洞女一起并列湘西的三大邪术 据说它是生苗结合屋与术而创生的一种法门 源自历史十分悠久的造畜术 所谓造畜术就是老斯以符咒将尸体变作猪羊之类的牲口 在路上驱赶行走 这种术法在民间传说中也是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 相传赤油创立了祝油派 而皇帝创立太平派 祝油养破 太平养魂 两派关于何者优先一直争斗不休 但造畜术却是两派共同认可的术法 湘西造畜术供奉的是民间常说的第五仙及胡黄白柳辉 倘若老斯想要平安的将术法完成 必先开祭坛 新法是祭拜这五位帝仙 有了这几位大仙的加持 赶事工作就能顺利展开 让王者平安到家 但这显然是封建迷信的说法 老斯们是如何完成委托的至今都还是难以解开的谜题 一方面各家老斯使用的方法可能不同 另一方面 这个特殊的行业有比其他行业更严格的技术保密原则 外行想要一看究竟 只能通过科学研究和当事人走访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了 第一种说法听上去比较无趣 尸体其实是人扛起来的 赶事时老斯会用一根细长的竹竿从尸体腋下穿过 并将手臂捆绑在竹竿上 尸体穿着宽大的兽衣遮住了竹竿 而赶事人则扛着竹竿走 由于竹竿受力后弯曲 带动尸体晃动 在夜里看上去就像是直立的尸体 双手平举在跳跃一般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 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如果要确保尸体如直立般跳跃 那老斯徒弟以及尸体的高度就要相仿 否则不能达成 其次一般尸体都有多具 竹竿是否能承受如此的重量也未可知 即便竹竿能承受 老斯和其弟子要背负几百斤的尸体 从四川跳回湘西 似乎并不现实 第二种说法 尸体是分尸后搬运的 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 就曾经讲述过湘西感尸 在节目中称感尸人会将尸体的四肢和头颅保留 驱赶抛弃 然后用稻草做一个假人 为了避免他人看出 会给尸体裹上一层厚厚的黑色纱布 虽然是国家科学频道的解析 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没有解释清楚 尸体为什么会跳 且每次是多个尸体同时行走的问题 第三种说法 说尸体其实是干尸 因为尸体太重 翻山越岭不太实际 因此感尸将会将要运输的尸体全都成干尸 这样就减少了质量与体积 运输起来相对简易 但是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死者为大的理论 而且以当时的技术 短时间内完成多具尸体到干尸的转换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还有一种说法是磁场原理 2006年 湖南某电视台在线采访了一位感尸者的后代 这位后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据他所说 感尸的真实原理 其实利用了磁石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 利用磁铁的磁性让尸体按照老斯想要的方向去运动 但很快 这个观点也被物理学专家否认了 首先以解放前的技术 无法手做一块能使人移动的磁铁 几乎不可能 其次 从四川到湘西这一路 山市险峻 路途遥远 磁场能否稳定提供尸体翻山越岭的动力 实在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正因为各家解释不同 每种思路又都有很大的逻辑漏洞 所以对于感尸的原理的说法 至今都没有盖棺定论 但是如果说这只是一个传说 又有许多人亲眼见过 似乎不应轻易否认其不存在 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等栏目组 就曾对湘西感尸进行过调查 受访老人卢万金说 他是八九岁时第一次看到感尸的 当时觉得很奇怪 老人雷万喜说 经历过民国时代的人大多看见过感尸 湘西人武贤又自述 1963年他15岁 跟随父亲在游水盒放木牌 有一天在河滩休息时碰到感尸 只见感尸人对着尸体说 双口起来 然后尸体慢慢就起来了 感尸人又喊走 尸体就向前走 不仅如此 许多书籍也有对湘西感尸的记录 譬如湘西作家沈从文的编程 王世珍编著的《中国民情风俗》等 都有提到过 这些年 几名学者在编写资料 卢西民族文化艺术过程中 发现一位立名叫张勇佳的老人 收藏着一部遗稿 遗稿中既有赘述 其家父向他讲述了年轻时 所经历的一段与感尸有关的往事 无论如何 目前为止仍然不存在一种现代人 能够接受到关于感尸技术的科学解释 这种职业和特殊物流服务的方法 也至今成迷 但可以肯定的是 感尸确实在湘西特定的环境下 产生的一种职业 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所用的方法却未必有人们口耳相传的那么邪乎 几手大学副教授陆群经过调查 写下湘西感尸一书 他认为感尸不在于技术的真实 而在于职业的真实 感尸人是一项高难度职业 需要感尸人掌握防腐技术 还有胆大心系 体力过人 培训和熟练的流程很长 也是这种特殊运尸服务的唯一提供者 所谓让死人行走的法术是不存在的 但他们仍然有足够的动力 将感尸神秘化 比如前述纪录片中 老人回忆感尸人会使用一些特殊的咒语和操作流程 让尸体看上去是自己在动 本质上是为了提高这项职业的门槛和收入 为了保密 连没有入行的骨肉亲人都不能说 但无论操作方法是怎么样的不传之秘 感尸人这个职业 终究还是特殊时代和地理背景下生成的小众服务业 它的兴衰并不因为法术的神奇与否 而是和需求的旺盛与否紧密相关 如今四川到湘西之间的沟通已经不再困难 原本落后的生产力 复杂的地理条件 落叶归根的传统需求等各种交织的条件 也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观 感尸人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由于其高度神秘性 还是有很多正规学者在努力研究解密 他们给出的社会学科学民俗学解释也五花八门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解密过程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敢是人们自己不愿意说的事情 后人的还原恐怕也只能无尽接近事实真相 而无法彻底叹其究竟 承认这么一种文化在历史上的存在 才是后人可以做的 这是一种存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习俗 彰显了我国传统的孝之美德 是湘西人落叶归根 遍土爱家的崇高精神 而今天在湘西凤凰古城 每当夜幕降临 感尸作为一项民俗用舞蹈形式呈现在游客面前 当神秘的色彩被科学当迪 我们会发现湘西感尸 这储物文化的延伸是那么的瑰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会发现今晚会发现 3个月